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份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可以看到全面的惊喜降温 市场认为说通膨应该已经趋缓了 美国联准会应该是很快就会降息 没有想到美国联准会主席 包人却还是放音 但尽管如此 市场似乎也是不甩联准会 这个股市跟债市都是同步走洋的 另外苹果自从全球开发者大会之后 那么宣告他们已经手握AI的圣杯之后 在市值的部分还一度超越了微软 而且现在已经是蝉联 全球最有价值的一个品牌 不过在科技业似乎还是面临到 这个裁员的情况 美国联谷在去年的整体的这个薪资 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五 甚至是有工程师连洗澡都不敢洗太久 担心会耗电 而另外台积电在今天进行除洗 已经是连续第十五次都出现了秒填息 而且在今天盘中台积电的股价还创下了935元的新天价 另外ETF00940在四月一号挂牌之后 在先前一直都破发 今天终于是重返发行价十块钱 不过也有人很担心 问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要赶快先溜了呢 另外在国内房价的部分 自从政府推出了新清安的贷款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把房价现在拉抬到了 已经创下了新高了 不过内政部说 现在是不宜再加码补助了 真的可以对房价带来一些抑制的效果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财经专家游庭浩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肥豪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大家晚安 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 肥豪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这个庭浩 我们看到美国最新公布的这个CPI 已经出现了几乎是全面降温的情况 宣告整个通膨已经趋缓了 但为什么联准会主席鲍尔还要放音呢 但似乎市场也是不怎么听他的话 因为包括股市债市都是同步走扬 没错 二零二四年下半年 到底要听谁的话 现在整个市场有两个基调 一个就是听鲍尔的话 他会对于下半年的利率预期 以及流动性来进行表态 也就是代表着下半年 到底市场有多少油资 是由他说了算 那另外一个人 这是要听黄仁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上所有的AI行情 未来的出货 营收的拉抬基本面的上行 基本取决于挥达 到时候的显卡卖得好不好 所以换句话说 市场就由这两个主基调 互相的影响 而我们现在要观察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鲍尔在最近所进行的表态 是不是已经逐步淡化了呢 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这次五月份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幅是3.4% 但是在核心CPI 月增幅0.2% 这两项数据 不管是同比环比 月增年增 都比市场预期来得低 就代表着 我们的预估年增没这么高了 而且还预估没有比上个月 还要来得贵这么多 换句话说 现在的通膨 已经进入到一个 将顾期之后 缓步下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取义来说 像是在交通服务 类别的部分 年增率虽然是10.5% 可是我们要清楚知道 这是因为在今年年初 汽车保险公司的统一调整 但是在月增率层面 几乎就没有增长了 就代表他就调这一次 明年就没有这样的通膨了 那市场就会预期 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其他我们看到 像是电力价格 年增幅5.9% 租金价格 年增幅5.4% 蓝油价格 年增幅3.6%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蓝色柱状体 都在快速的收载当中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 鲍尔在这一次的谈话当中 基本已经释出 通膨即将达标 而且不太可能引起 进一步的二次通膨 原因为什么 因为过往 我们看到在1970年代的 两次通膨 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你看我们如果把1967年 到1985年 以及2014年和2024年 这样的两条线来进行比较 你会发现 在前波的通膨 几乎一模一样 那到底会不会引起 第二次的通膨呢 我们就要回顾 当时引起停滞性通膨的 真正原因 来自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 也是中东供给的问题 而现在我们看到 在整个2024年 这个美国汽油价格的部分 AA汽油价格 已经低于2022年和2023年的水准 连续两年都是年减 美加轮现在是3.48美元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的 砖油井的数量 以及原油产量 正在持续的创高当中 那说明什么事情 原油价格都在底下徘徊了 你要怎么看到 更进一步的通膨失控呢 答案是不会看到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言 照理来讲通膨应该就有逐步下行的轨道了 所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从absolute price 就是真实的绝对的价格 现在还在高档盘旋 但是年增已经回档了 所以物价还是很贵 但它不会变得更贵更离谱了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痛苦指数 它也在缓步的下行过程当中 不管是从核心CPI 还是从核心PCE 基本上都是一个长期的下行轨道 最终最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Bauer照理来讲 这一次所释放的谈话 应该要更为鸽派一点才对 因为通膨即将达标 但是连准会这次所释出的点证图 却并没有暗示着 他可能降息的预期次数变多 反而从原本的两次 现在变成了一次 很可能今年只会降息一次而已 对 好 那原本可能只降息一次 但是昨天股市怎么样 股市也涨 债市也涨 对 没有出现失望性的卖押 在通膨即将达标的同时 他释出了一些鹰派谈话 但是市场却不买账 说明什么事情 市场听他的话 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这个就是市场的主基调 你说现在市场不太管 巴尔在讲什么 大家关注的是 这个会大指引长黄仁勋 到底说了什么 对 不管是鸽派还是鹰派 好像市场的反应就是兴趣缺缺 但是黄仁勋讲了什么 AI的前景为何 反而成为了短期内股市的主基调 我们再请教听 你刚刚提到 从点证图来预测的话 可能在今年原本 大家是认为说 如果九月降息 今年可能会降两次 那目前来看 可能只会降一次 但不管今年降一次或两次 在明年二零二五年 很有可能就会降息三到四次 所以可以确保的是 再也不会升息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进入 一个降息的循环 我们从点证图来看 你会发现在前一次 也就是三月份的点证图当中 市场原本有九个 九名票委 是认为会有降息一码 降息两码到三码的空间 但是这一波 有七个人认为只有降息一码 有八个人虽然会认为会降息两码 可是我们以中位数来看 目前降息一码的几率 还是比较高的 它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的事情是 市场的降息预期并没有消失 但某些原因导致了这些票委 相对于上一个季度 他投票稍微上移了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有两种角度来做检视 第一种角度 因为昨天刚刚好是五月份的CPI 搭配着联准会的FOMC 刚好出炉 那有没有可能 FOMC在进行投票票委 这些委员准备要投票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五月份的通膨纳入考量 他就看前面四个月份 那的确今年前四月 汽车保险費用一条高以后就上去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 他是根据前四个月 来做决定所进行的投票 这是可能点证图出现失误的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件事情 鲍尔在会后记者会记者提问的时候 就有聊到这个问题 鲍尔说我们未来 当然会把五月份以后的通膨数据 来纳入考量 他某种程度也暗示着 有些票委并没有看五月份CPI 而是根据前面四个月份 前面四个月的CPI 就直接做决定了 所以虽然现在是预估 11月份左右降息 但是很有可能下一个季度 九月份的会议纪要当中 可能释出的变化 可能又变成降息两次了 所以这是不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通膨的进展 按照我们刚才的推估 表现算是不错 包括我们看到的 个人消费支出通膨 以及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膨 都在一个快速的下行轨道当中 基本上不会形成太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担心的是 那联准会真正 从降息一次变两次 或者降息预期变多 他的真正理由是什么 我们相信很有可能 不会单纯从通膨面来着手 通膨面的达标 他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更重要的事情是 到底市场的违约率会不会因此而叛高 你违约率高利率维持得越久 市场违约率就越高 所以如果在未来一两个月 市场的违约率持续提升的话 就有可能加强联总会的降息预期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到底今年下半年 是真的如这次点证图预估的降息一码 还是说把未来通膨数据纳入考量 以及消费贷款拖欠率纳入考量之后 降息两码 这件事情我认为还不一定 不会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只认定会降息一码了 经济没有想象中好到这么离谱 但是不管怎样就似乎要开始降息 如果要开始降息的话 那现在接下来会表现比较好的是 债市会赢股市 我个人认为债市跟股市 从来就不能从单纯报酬率来做比较 为什么 因为两者的波动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通常不会把股市跟债市的绝对报酬 拿来进行比较 而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哪一个资产相对更具有吸引力 那事实上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言 我个人认为从两种角度来做思考 第一种从债券价格来做思考 你会发现现在债券市场价格 大多数所持有的都是属于海外中央银行 并不是大部分产户所持有的 散户持有比较多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美国股票市场份额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你投资债券市场 你短期内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市场上这种国际系统单狙击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大多数人现在其实持有的债券体量 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多 多数人还是愿意持有股票居多 这是第一件事情 从风险意识的角度来做观察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联准会 他至少升息周期已经完全见顶了 未来只有降多快的问题 那这个隐忧和通膨下行 都有可能造成他提前进入到降息格局 使得债券价格有进一步的拉抬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聊到了 他不代表着股市就完全不会涨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的主基调 我们刚才聊的这些 市场现在都不是特别担心 市场上比较聚焦的是什么 是AI到底哪一些科技股 可以获得更高的份额 我们举例来说 你像是苹果 百分之五十二的营收来自于iPhone iPhone跟AI做消费者体验 它很有可能是今年AI手机当中 消费感体验最高的 而且它只支持i15以上 所以一定要换机 那Amazon的部分 有百分之五十一是属于电商 Google百分之五十八是属于搜寻引擎 Microsoft有百分之二四和百分之三十一 来自于云计算和Office 那说明什么事情 这些科技巨头都有他参与 本波AI行情的方式 那也就代表着这些人 他就可能产生新一波的个股轮动 本来苹果沉寂久了 这一波被拉起来 现在还有特资来还没有被拉起来 未来的AI自驾系统 也许也会有关系 说明什么事情 整个二零二四年的下半年 股票市场 它会反映AI的题材 在这些大型科技股当中 持续的轮动 这是第一个方向 所以股价还是会在创新高 而债券价格的部分 它会由于市场的微率升高 和通膨即将达标 它也会引起适度的买盘 换句话说 二零二四年 我认为是股债齐阳的一年 但是在这股债齐阳的一年当中 我们不能肯定 债券市场报酬 一定要超越股市 因为股市本来的风险就比较高 在过去大家就是说 这个股市好的时候 通常债券就比较不好 所以他们两个同时上涨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 股市上涨 从替代关系而言 债券就要下跌 但是长期来看并不是这样的 长期来看 我们更加看到的是 股市会有波动性的上涨 而债券它会属于 替代效果式的上涨 什么意思呢 可能股市上涨的时候 债券市价格会下跌 可是当股市市场下来的时候 债券市场的创高 并不会导致股市 回到前波的低点 股债都是上涨 趋势都是向上 只是说他会在资金层面 在这两个资产当中 持续的稳定上行 那我个人认为 今年就是股市资金也会流入 债市资金也会流入 债市资金的流入 来自于年准会要开始放水了 而股市资金的流入 来自于AI行情的题材的持续轮动 好 港体报道 我们看到今年2024年的 这个下半年 很有可能会出现 股债双涨这样的情形 在股市的部分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在AI方面的题材 至于在战事的部分 则是美国联准会 在今年下半年 就会开始降息的一个消息 不过他刚刚也特别提到苹果 苹果在先前 大家一直认为说 他在AI的一个布局 是慢半拍 不过承认 自从开发者大会之后 没有人敢再质疑说 苹果没有认真在发 在发展他们这个AI的一个布局 现在苹果已经进军了 这个生成是AI 而且在他们宣布了之后 这个股价是接连的往上涨 好 首先当然AI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去仔细的去探讨 它未来到底有没有机会 持续上涨 那才能知道苹果是不是太晚加入 因为华尔街这一次 做了一份问卷 总共1133位回复 问什么 你觉得 就问这一分析师 你觉得人工智慧是泡沫 还是涨势有支撑 泡沫意思就是万一泡沫破了 很可怕 股市股价可能会大跌 但是涨势有支撑代表什么意思 跌不怕 逢回要买 这个我们把它讲清楚 结果回复的问卷当中 有高达63.3 这个比例我觉得很高 三分之二 对不对 而且分析师相对来讲 他会比较理性地去看待 这整个股价的一个变化 他说派对才开始 你知道派对才开始 那不得了 派对后面还有after party 所以派对才开始 后面还有 那前面这是在干嘛呢 那叫暖场 那就不得了 长这么多了 还只是暖场而已 当然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今年会泡沫破裂 这看法太两极了吧 但是问题是比例的问题 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认为 涨势有支撑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 像美营他也讲 他说还没有进入AI泡沫 当然坡洞会变大 这个我们认为 对不对 因为派对一开始声音变大 邻居会来抗议 这个叫坡洞会变大 花旗也讲涨势还会继续 这都是重量级的投行 重量级的投行 甚至有对冲基金业者说 市场低估了 AI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也就是说你现在只看到什么 伺服器什么 可是实际上不是 AI未来会带来的变革 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多 所以为什么当苹果宣布 要进入深层式AI 跟OpenAI合作以后 其实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 股价是跌了 然后大家也搞不清楚状况 后来股价就喷出了 先喷了7%多 昨天又涨了2%多 大家才搞清楚说 其实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那所以现在它涨上来以后 本来不是说被灰达超越吗 第三 我一要弄AI 它就冲到几乎快低了 还一度超越微软 微软就我也有 你那OpenAI还是我出钱的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对 所以微软又涨回来 但现阶段来讲 你可以看到AI所带来的市值很可怕 微软是3.28兆 然后苹果是3.27兆 我相信这两个会开始 逐步的一直进行 所谓的这种PK竞赛 当然我们也去看 全球100大最具价值的品牌排行榜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密码 叫做什么 AI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看苹果可以理解吧 现在来讲手机的应用 未来又有所谓的AI手机 它的iPhone16 所以它第三年获得这个桂冠之外 又比去年增加15% 达到一兆150亿美元 再来是Google 可以理解 因为Google本来也就在发展AI了 微软第三名 对不对 亚马逊也可以理解 资料中心 前四名我们都可以理解 麦当劳是怎样 持续留在前五名之内 我没有骗各位 真的还是AI密码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的点差就是AI 而且我跟各位讲 我已经大胆预言 我可以大胆预言 未来我们开那个Drive 实物过去以后 出来是一个机器人 问我们要吃什么 所以他留在第五名 也是跟发展AI有关 他没有动态的菜单 等于说在企业 在运用AI上 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 再来第六名回答可以理解 这攀了十二十八个名字 太可怕了 跑到第六名 品牌价值大升一百七十八八 合理 跟他的股价大涨 也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就脸书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当然在这当中 就是在讲苹果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身为全台湾 最懂苹果的分析师 就是我 你看这里 iPhone十五 Pro以上 才可以使用Apple Intelligence 对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提醒大家 不是iPhone十五 Pro以下 不能升级到 iOS十八 可以 但是没有AI功能 所以最后逼着大家 是不是会去买iPhone十五Pro 我买iPhone十五Pro干嘛 我直接买iPhone十六就好了 所以现在市场已经在预估 销售的支出可以达到二点七亿之后 那我跟各位讲 过去卖的最好的是二点四亿 所以如果真的卖到二点七亿的话 那就创有史以来的销售量 很可怕 很可怕 现在整个看起来好像科技业发展 因为AI的关系就是一片大好 那为什么裁员的消息 还是不断传出来 尤其是矽谷 他们在去年整个薪资 是下降了十五%非常的多 甚至传出说有科技新贵的员工 他们连洗澡都不敢洗太久 好 我要这样讲 AI的一个应用 对企业大好的前提之下是 它大量的减少成本 所以他会开始发现 他有很多过去能力的配置 不需要用人了 就好比说过去企业 不是都要有一个柜台进来 要收信 转接电话 其实有AI以后 你觉得这件事 还需要有一个人在那边吗 所以很多的工作 会慢慢被AI所取代 那企业已经发现了这样 尤其是你说像Google这些公司 他们难道不清楚AI 怎么应用在他们企业的职务上吗 我们就来讲这个Best Buy好了 你知道Best Buy电子零售 我问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环节 其实可以大量套用到AI 那这个时候 其实人工的需求 会大幅度的降低 那对于有一些职务来讲 可有可无的 我只好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 降薪 降薪其实背后的目的 老板就是叫你赶快滚 你可不可以自己辞职 说你要走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逻辑 所以你看员工说 公司已经开始使用AI 要来缩减开支 年薪以前动辄6万美金 加分红可以9到12万 你看这个Google Assistant 扩增时间的员工 他都把它这个裁掉了 因为这个已经用不到 人数至少200人 其实是很严重 那你说真的我需要 人工的部分 我怎么降低成本 很简单 墨西哥或印度 而且他们英文这么好 对 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 然后薪资水准稍比较低的 相对是低比较多的 另外这个微软也裁剪混合时镜的员工 大家就会知道说 原来元宇宙有点昂花一现 或者说开发到一个程度了 到AI取代以后 这个部分的人才就可以调整 也裁员数百人 精简人士超过1500人 联邦快递也是 未来如果有无人司机 无人车 他可以透过无人的方式运送 所以你刚才讲什么 什么不敢洗澡 甚至每天醒来都担心被解雇 包括 这康海亚大学 这个长春藤名校 找了一堆工作 薪资比一个低 所以我觉得进入AI时代 我们不是怕被取代 而是到底你能够做什么 跟上AI这个时代很重要 好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随着AI这个崛起 其实有部分的人力 真的是有可能会遭到AI的取代 不过现在AI发展已经是趋势了 包括苹果抢进 AI在这次其实也很明显的 就马上带动了台积电的股价 台积电在今天除息 那么真的第15次上演秒天息 而且在盘中又创下 这个935元的新天价 我们要请教幸福哥 就连大家等很久 在4月1号当天挂牌的00940 终于不再破发了 重新回到10块钱 真的 这个当初申购一遍 这个市场非常疯狂的这个940 从4月挂牌到今天 已经是6月中了 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终于爬回到净值10块钱以上 那如果同时间 大家如果去买台积电 比如说上次台积电开 法说会是4月18号 一讲完之后 隔天中错 我记得好像跌了6到7个% 最低有回到大概740 750 如果你那时候勇敢买进 就是我记得我们上次来说 其实20倍以下的台积电 本利比20倍以下台积电是非常便宜的 到今天盘中我记得最高有到920 930 我们也不要说最高最低都让你买到 你就抓750到900块就好了 盘中有到935 很高 当然买最低卖最高那个是神的操作 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 就是说750到900块就好了 其实这个150块 你用750块钱的这个 去换算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投资报酬率也是有120% 跟你在那边等了一个多 等了两个月才终于回本 感觉起来真的差很多 所以有时候就像以前这个 以前老人家讲过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短时间之内真的还满 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OK 那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这两个东西 不管是这个高股息或是台积电 他们的投资逻辑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以台积电的这个前董事长张忠谋 来说的话 他是2018年的时候退休的 那退休的时候 他是持有台积电12万5000张左右 所以如果他现在都还在 那中间包括他的一个 这个配息都有领到 每一次除息都拿到 是 那甚至包括这一次 4点 对 4.37亿 当然这个对我们 这个小老百姓来说 这个一次性 而且这个是现在台积电 是继除息 所以他这个 三个月就除息 这个4亿多 一年可以领4次 16亿 17亿的一个金额 当然了 这个人家是这个 台积电的这个创办人 我想其实对他来说 这个也是人家长期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台积电当然最近 这几次你可以发现 从之前 2023年 去年是2.75 然后配了3块3块 然后现在开始要加码到3块半了 加码到3块半了 那之后 说不定 如果台积电未来整个资本支出 没有那么大的话 其实也有分析师预估 以后台积电可能 有可能配 比如说4块5块都有可能 所以台积电它慢慢的稳定度会出来 那以这个法人估的EPS来看的话 其实最近都有上修 本来大概38 39 2024年 现在已经修到39块了 39块 那明年甚至已经有估到49块 还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报告 是估到50块钱 50块钱 所以你可以发现台积电 虽然到今天盘中 已经来到了930几块 可是如果我们用明年 真的可以赚到50块钱的EPS来看的话 它的本利比还是很低 所以大家有个概念 或许我们一般人 看这个价格会觉得它涨很多 但是法人机构他们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价值 他们认为说 这个押公司走在一个成长的趋势 如果本利比没有太高的话 其实只要有拉回 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积极去作价 那这边其实就是一个 台积电本利比的历史区间 历史区间 大概有时候 它当年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有时候它有可能到 22甚至23倍以上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观念去算 我觉得20倍以内 其实都算便宜 至于说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 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像台积电 因为毕竟它这个一张 现在900多块的股票 一张90几万 接近百万 不是说大家随随便便就可以买一张 但是如果你是小资族 或者说一般的赏务朋友 你可以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扣款 扣零股 因为现在很多券商都有推出 这个扣 每个月扣款 这样买零股的一个方式 或者说你自己定一个 比如说有回测到 比如说这个时日线或月线 你就慢慢慢慢做一点布局 去取那个均价 不然的话有时候 你一次要买一整张 其实压力有点大 但是分批布局 我觉得是OK的 好 再请教幸福哥 如果大家现在觉得台积的股价 虽然是知道后市看好 但毕竟你涨那么多 还是我心里觉得怕怕的 那有没有周边相关的一些供应链 可以留意 现在台积电有在发展 他们在布局的是细光纸跟CPO 相关的概念股 有哪一些可以留意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台积电从大概去年10月11月 开始从550块左右起涨之后 到目前900多块 其实已经快翻一倍了 至少七八成一定有 中间其实带出非常多的概念股 比如说它积极地在扩厂 所谓的先进风装的概念股 其实很多去年到现在涨幅 都可能五成 一倍以上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积电的技术论坛上 他有不断提到的就是所谓的 细光纸计划 细光纸计划 细光纸计划就可以带出所谓的光通讯族群 这边今天平面媒体也有整理了 包括像什么Borrowway 光环 潜艇 这些大家可以自行做一个参考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过去因为资讯量没有这么庞大的同时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资讯传出的方式 都还OK 可是大家去想为什么现在是进入AI时代之后 是不是说现在要有很厉害的计算的引擎 就是灰达产的所谓的GPU 大家去想引擎这么厉害 头脑这么厉害的情况之下 这些运算出来的资讯 是不是也要快速的能够传到 我们的手机或是我们的平板 我们的电脑上 所以你算的资料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你还用原本的传输方式的话 其实根本来不及 根本来不及 所以除了GPU那颗晶片核心要升级之外 这个传输的路径 这个网路的讯号的一个传输的过程 也是要升级 简单来说这样的意思 那过去它是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网路的传输线做在晶片外面 那中间因为还有传输的过程 所以会产生耗损还有延迟 那现在未来的趋势就是直接 把这个所谓传输的机制 这个晶片直接做在主晶片里面 那简单来说 这样子的话传输路径更短 它的功率更好 传输的效率也会更好 那这边其实有这个研料机构预估 CPU这个技术 未来五年之内 它其实是一个快速成长 而且会在2027年 成为资料中心的主流 而且这个产品它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正式开始量产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偏研发的阶段 所以它的梦还在进行 它不是说已经梦想实现了 有些我们知道股票它会涨在前面 当你一旦利多实现的时候 可能股价也差不多到顶了 但是这个概念是应该最快 CPU这个技术明年才会推出来 那一路到2027年会成为 资料中心的一个主轴 那他们有去算过 从2022到2027年 它的复合成长率 大概会有接近两成 19个percent 年复合成长率两成很高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的 完整的完全的升级 那这里面我们举两档个股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档就是这个联均 你可以发现之前它有拉回整理 然后又涨了一段 然后最近有拉回整理 今天股价又开始上来了 然后讯新是这个鸿海集团旗下的 也是跟所谓的CPU概念股有关系 它之前整理的时间比较久了 股价前一段时间 不管是这个电脑展或黄仁勋来台 其实股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往上表态 那今天一根实体的带量长红 K棒似乎有要明显转强的 所以我想CPU这个概念 矽光子这个概念 我想观众朋友也可以从台积电 技术论台的逻辑去找寻相关的概念股 好 刚刚幸福哥带我们看到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在北美技术论坛 他特别提到这个矽光子 以及CPU的封装技术 相关的概念股都可以做留意 不过台积电在这波的上涨 当然也是少不了 因为跟AI的一个推动有关 我们知道现在AI发展是趋势 不过要请教张博士 现在也很担心 AI的一个发展 如果越来越成熟 会不会变成是诈骗集团 他们利用的这个工具 而且我们在节目也有特别提到 那么也有这个模仿 评号的这个声音在招揽会员 那其实就是用生成式AI做的 现在这个国际巨星 Tom Cruise也面临到同样的情况 是 那其实我想 因为我们先前有讲过说AI的发展 那其实导致 譬如说很多文字的生成 然后影音的生成 其实这个会越来越像 而且其实真的是真假难分 那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微软的 一个威胁分析中心 他提出来的这个报告 那他其实发现到说一件事情 他说俄罗斯基本上的骇客集团 现在开始有计划的 想要攻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就是让他们 就是让大家觉得奥运这个部分 有一点恐 就是以前有所谓的恐怖攻击 或者是会害怕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他的攻击来讲 他这一次 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他其实就发布了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的开头 还像是像我们一般在看 Netflix的片头 还有Netflix的这个画面 前段前面的部分 大概基本上他就剪辑 剪辑了这个Tom Cruise 以前的那些不可能的任务 相关的这个影片 帮你剪辑起来 然后整个声音的画面的流畅度 还有语音 基本上讲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当真 非常让人家觉得真的是真的 那但是后面就开始 开始表现出他的目的了 他就要告诉人家说 这个在这一个系列 因为他其实推出来是说 是一个系列的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里面 他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全球体育产业里面的 这个运作方式 我们从这个是他的当时 这个影片的这个剧照 那对来讲他说告诉我们说 这个ONIPEC 基本上是已经开始崩裂 开始衰退了 那为什么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告诉 从这个纪录片里面 当然是造假的 他说这个国际奥委会 里面有很多这种腐败的事情 然后有很多这样的相关的言行 然后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那说真的 其实在看到的人会增加 所以他就是要抹黑在这一次 他们委员会的声誉吗 并且致照民众对这个 巴黎奥运的恐惧 是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讲 这一个我想这一个 里面最大的受害 就是汤姆库斯的这个部分 其实法国已经有宣布 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了确保这个 整个奥运的整个活动的一个安全性 这个整个塞纳河沿岸 还有这个艾菲尔铁塔 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域的 这个这个部分来讲 要进行严格管制 那不管是居民或者是游客 基本上都要先申请证明说你是有验证过 要先确认一下身份 对 确认过你的身份 没问题之后 他会发手机 发一个QR Code 到你的手机上面来 那这时候呢 你收到这个QR Code 你才可以自由的进出 这样的一个区域 好 不过现在各国为了这个巴黎奥运 真的是大家都希望这些选手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拿下金牌 如果透过用这样AI的一个方式的话 也可以对他们带来一些帮助 是 那这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先来看两个部分 因为第一个部分来讲 奥运其实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到这个巴黎 不同国家的人 那这时候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那就是所谓这个地铁的这个工作人员 那遇到各个不同国家的这个语言 那这时候怎么办 以前可能就要比手画脚 现在不用 现在基本上巴黎的这个地铁公司 花了两百万欧元 大概六千八百万台币 然后制作一台翻译机 这个AI的翻译机 他基本上来讲 我讲日文 马上就转成法文 工作人员马上可以及时这样子的一个 跟这个游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那比如说我不知道路怎么走 那其实他就可以立即的协助 那这个基本上来讲 他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他其实是这个装置 那其实是一个平板装置 然后连上了这个网路 那透过ChatGPT 可以来做这样立即的一个翻译 那这个是翻译机的部分 那另外一件事情 选手 对 AI应用在选手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现在看到是说 譬如说用手机的这个拍摄 就可以矫正这个运动员的一个动作 那譬如说这个澳洲的这个七人制的感染球 感染球 他们基本上来讲用手机去拍摄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基本上来讲 他可以把这个运动员的整个的状况 所有的动作 把他不同 每一个不同角度 每一个的画面 基本上都把他自然而然 把他转化成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可以来分析 选手在每一个不同时间 每一个不同角度的这样子画面 也许可能是不是稍微需要去做一个微调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是 透过AI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强大的运算 来协助这个运动员 所以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透过AI 让他们整个动作可以更确实 是 然后来甚至比如说教练 可以来做一个确认说 这个选手有没有确实的这样子 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就是 有些比较激烈的运动 比如说像足球赛 可能有强烈的这个碰撞 那这时候有可能会有脑震荡的情况 那这时候呢 他其实有利用这个VR装置 那其实就带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头盔 那这时候来侦测他头部的运动 然后还有同时检测眼睛 因为我们通常如果脑震荡 或者是有状况的时候 眼睛跟头会有一个 没办法协调的一个情况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透过这样的一个AI来判断说 选手是不是有脑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同时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基本上也已经应用在目前 现在的很多的大型运动赛事当中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是现在 我们看到性轻安的房贷 推出不到一年的时间 大家说已经把国内的房价 似乎推升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点 真的是如此吗 先休息一下稍后来关心